HELLO 大家好 我是Calvin 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Art from Nano 3x 的開箱 這部機的算力達到6TH 以SOLO 考慮 算力是最高 這個計算是兩千多元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外型功能配件 也會教大家成功連接WiFi 裡面的setting 如何連接曠詞 另外也會和大家計算一下 一個月的電費有多少 也會看看溫度和噪音 究竟放在房間裡會否很吵 所以今天的內容非常精彩 記得看到最後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like and share 和按訂閱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我們打開Apple Nano 3s 看到裡面有連接WiFi的USB盒子 有部機器 裡面有一個火牛 還有一個針探 首先把USB按進去 這裡有一個排氣用的 還有一個隔層網 我們先按下部機器 對了 把Aphalon Nano 3s插進去之後 你見到它已經進入了機器 它就會叫你連接WiFi 大家在連接WiFi之前 就要在手機Apps上 下載了Aphalon Family的Apps 我們打開它 然後按新設置 然後就探索 你會看到有一個Aphalon 3s 按下連接 然後你就要選擇WiFi 然後就連回自己家的WiFi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密碼 最初的密碼就是Admin 它就會reset 大家進來就可以按燈光 你可以轉顏色 所以其實它也可以用來做Decoration 做一個裝飾 如果大家在夜晚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關掉 然後去到這個工作模式 你就選擇高中低的算力 正常就選擇高算力 然後可以調整準時間 各樣東西 然後去到那個設置 我們現在就去設置這個礦詞 大家進來這個網址 然後就可以選擇Sharp256 然後按Bitcoin 以下的幣種 其實你都可以畫的 不一定是Bitcoin 可以是Bitcoin Cash 一些相對小的迷因幣 其實你都可以畫 但正常我們就會按Bitcoin 按了Bitcoin之後 你就可以按算力 算力是愈大愈好 成功機會愈大 因為AVNVS 它有三個礦詞 假設第一個有問題 它就會落到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要選三個礦詞 第一個我們可以選擇CKPUA 而且確保它是有Solo字眼的 我們按這個CKPUA 然後它就會有礦詞的地址 我們就Copy了下去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setting 然後我們進入剛剛Copy的地址 然後我們進入自己的比特幣錢包的地址 然後密碼就自己可以隨便設定 然後如是者 第二第三個礦詞也是這樣 第二個礦詞我們可以選擇VIABTC 但VIABTC的算力相對大很多 但是呢 你就要自己用E-mail 可以選擇VIABTC的算力 那我本身就已經登入了 那就可以Copy它這個礦詞的地址 還有呢 留意VIABTC的Worker 就不是你的比特幣錢包 這個位置你要注意 那如果你用E-mail 註冊了之後 你按回用會面板 它就會有一個礦機配置示範 那你就照抄抄地址 還有那個Worker的ID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密碼也可以隨便進入 而是者可以進入第三個礦詞 我們也是去找回算力最大 接著又寫著SOLO標誌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 ZSOLO.BIT 然後就按這個BITCOIN 那你就會見到它有一個礦詞地址 那你就可以Copy回到Alphalon Nano 3X的apps 那就可以Copy回到apps 然後把錢包放進去 然後進入密碼 那就可以成功了 那就可以做個reset 然後我們就可以根據 這個Alphalon Nano 3X 它的IP Address 到電腦的browser 進入IP Address 就可以進入後台 然後用手機apps 就數回它的QR告 這樣就可以進入了 那你見到它一開始 reset了之後 它那個算力就4.86 那它慢慢就會一路一路上去 最高我看到是6.3 甚至是6.4TH 那你會看到的 那日後如果你有些礦詞 想更改的話 其實都可以回到browser 進入IP Address 那就再方便一點 去更改 就不用用手機的屏幕這麼小 那你見到它那個工作模式是high 跟著Walking State就是5 那現在那個Walk數就是132W 那還未去到140 那現在多了一會 因為它現在多了三分鐘 然後多了一會 它就會一直這樣 那個算力就會一直這樣上 那平均算力呢 其實它在這裡寫 就大概去到5.25 其實會上到6 慢慢就上回到6這個位 那隔了一會 你會看到它的算力 就上回到6以上 那你見到它就已經上到6.36TH 其實我見到最高試過是6.4這些位 那功率其實達不達到140W 其實平均都是大約130左右 那你當是140 最高可以去到 好 跟著會和大家計算一下 一個月的電費有多少呢 那我們就可以上回這個中電網 如果住港道居的朋友 就可以去到廣燈那邊 那首先它的功耗是140W 那140W 除回1000 跟著再乘回24小時 跟著再乘回30天 那它一個月用電是100.8度 那我們回到它是101度 然後就可以去到中電的用電計數機 那你當設定一個月 那就由7月1日到7月31日 那現在假設你本身家的用電量是100 我假設是100 那你會見到如果是100度電的話 那其實是港幣117.2 那這裏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先 117.2 那跟著呢 因為剛才說的我們回到101 所以現在是201度 那連同那些現油的附加費 之後呢 就是239.59 那你減一減條數呢 就減回239.59 那你會見到每個月平均 電費是122元的 那所以來說是非常便宜的 就是等於你每個月用122元 那除開30天 那即是每日是用4元去進行這個solo滑礦 那如果中了的話 那你就可以獲得3.125元的比特幣 那即是多少錢呢 3.125元 我當11萬8千 那就可以獲得368,750元 那剩下7.78元 那唯一開港幣就286萬8千多 那現在呢 會和大家測試一下 這個Aphalon Nano 3s 那個機身的溫度 那現在開了冷氣 你見到呢 開了冷氣之下 那個室溫大概是21度 那現在測試一下 本身這個Aphalon Nano 3s 那個機箱呢 究竟它多少度的 那你見到呢 大概是33至35度左右 然後呢 之後就會測試一下那個出風口 你見到出風口呢 55啊 57甚至會到60度這個溫度 就是介乎55至60度這個溫度 就是那個機身呢 那個出風口的溫度 然後呢 之後呢 我們就會再看一下那個 跟機的火牛 跟機火牛呢 其實都去到差不多 接近50度 即是49至50度這個位 所以呢 所以呢 在冬天的時候呢 有些人會當這部Aphalon Nano 3s 是一個小型的暖爐 那所以大家在 用這部Aphalon Nano 3s的時候呢 要特別留意它的散熱 因為它在 開了冷氣的情況之下呢 出風口都維持著60多度左右 機身就30多度 那所以 散熱呢 會是它其中一個 要解決的問題 那下一步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的分貝 吵不吵 那你見到呢 它的分貝呢 其實大概40多 未去到50 那其實呢 是非常之靜 那所以其實放在房裡 都不是很吵 那我現在試一下 再拍完這部主機 看看它吵不吵 你見到其實它都很靜 那所以都非常之適合 放在睡房 或者放在家裡 SOLO滑礦 那大家剛才看到開箱 那Aphalon Nano 3s的外形 其實是很正的 那它又有些燈光 冬天又可以當一個小型的暖爐 那那個Wi-Fi的設定 裡面的設定 怎樣連擴置 怎樣連你 比特幣的錢包 其實你見到 都是非常之簡單的 只要下載它的apps就可以了 還有最後也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增加 那個中獎的機會 那就買多幾部SOLO的羅頭機 不論是Aphalon的Nano 3s也好 甚至乎是Betus的Gammer 1.2 4.2 或者Nerdmire的4.8等等 我們接下來陸續續都會開箱和大家介紹 那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心得 怎樣可以增加這個中獎 記得留言告訴我 還有數碼上面 Telegram Channel的QR Code 那下期我們會陸續續 介紹不同的抗機 所以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 還有按訂閱鍵 那我們一有新片出 就可以馬上通知你了 那下次見 我們下期見